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广说《动物监缘》里面首先给我们介绍了十二种心 十二种心前面也已经讲了 也就是说 欲界当中善心和不善心 有福无极法和无福无极法 然后舍界和无舍界没有不善心 善心和有福无极法和无福无极法 舍界有三种心 无舍界有三种心 这样一来的话 中共有十种有露的心 再加上有血道的无露的心和无血道的无露的心 中共有十二种心 这个十二种心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整个三界当中的有露无露的心 全部总结起来有十二种心 然后现在我们这里宣讲《动物监缘》的时候 大家应该明白哪些心作为《动物监缘》 然后产生下一个心事 产生下一个心事下面是这样的 《动物监缘》宣讲的时候十二种心 这个大家前面已经记清楚了 然后宣讲了十二种心以后 昨天要了知《动物监缘》的时候 《动物监缘》的时候用八种心 八种氛围也可以说 或者有些论典里面说是六种 必须要清重六种心 那么六种心里面 昨天我们已经讲了三种心 第一个是相续心 还有同地心和皆生心 这三个已经前面讲了 什么是相续心呢 大家都知道 相续心的话 比如说三心的后面产生三心 不三心的后面产生不三心 有福无极法的后面产生有福无极法 然后无福无极法的后面产生无福无极法 这叫做相续心 他自己这个心是什么样的心 他的后面产生这种心 所以这个叫做相续心 相续心的话 一个心产生后面的心的时候 它的相续是不是相同的 如果前面插那是三心 后面插那也是三心 然后再继续 它的三心一直不断地下去的话 那么前面的三心 做三心的灯物监缘 这个时候叫做相续心 所以相续心的话一定是同地心 因为欲界的三心 一定要产生欲界的三心 然后色界的三心 它产生色界的三心 这样的话这种心叫做同地心 而不是相续心 然后同地心的话 昨天前面也已经讲了 它那个心的种类不一定是相同的 比如说三心后面 三心做灯物监缘 然后产生不散的心 然后产生有福无极法 然后产生无福无极法 那么这些全部是 如果是同一个地所色的话 就像欲界的地 禅定的话 第一禅 第二禅 第三禅 我们前面讲的旧地 旧地在《俱舍论》当中 三界旧地 经常这样讲的 三界旧地的话 那么每一个地 它所色的一些心的种类 这个时候它的心 它一般来讲的话 比如说欲界 欲界众生的话 欲界众生的三心 然后三心做灯物监缘的话 它可以产生三个心 一个就是三心做灯物监缘 产生不三心 然后三心做灯物监缘 产生有福无极法 三心做灯物监缘 无福无极法 它可以产生三种欲界的心 然后三心做灯物监缘 产生三心的话 那么这个已经属于在相续式当中 相续式当中 所以我们昨天讲第一个相续式 现在一般来说是俱舍论当中 这一戒算是比较难懂的 如果你真实把前面的十二心和 让这里面的八识搞清楚的话 这几个心也不是那么很困难的 但是你如果这些没有搞清楚的话 这里面的心 哪些心产生的话 单独从颂词上面 以背诵的方式来塑起来的时候 有一点困难 所以昨天前面我们讲了童地诗 童地诗的心的类别也已经讲了 然后第三个诗叫做戒胜诗 戒胜诗的话 一般它这里的戒胜 从私有到众有 然后从私有到众有 众有到众有 这个时候它有一种戒胜的过程 比如说我们众生 首先是在人间变成死亡 死亡的时候 他的意识马上戒胜到众一生 然后众一生又马上戒胜到 下一辈子的哪一个众生 他是这样戒胜和土生 这样的 在这个时候 他的死心是什么样的 这个善心还是这个 胜心呢 他胜心一般都是不善心 或者是有福无济法 有福无济法 这个善心的戒胜是在善戒当中没有的 因此说他那个死心的话 有时候是由福无济法来死的也有 有些时候在善心当中死的也有 当然这个善心昨天也讲了 一般是居生的善心 家心的善心当中做这个死心没有的 所以这个我们前面讲的三种事吧 下面有个除丁舌和如丁舌 还有燃无丁舌 碧老舌 还有除华心和入华心 中共有这么几个心的事后 那么这个时候呢 意思大家应该明白就是 在哪些心呢 做等无奸缘的时候呢 就有什么样的阶段 他这里的死呢 指的是六种 八种阶段吧 就是用这个阶段来解释 那么比如说我们前面这个相续事吧 在相续这个阶段的时候呢 哪些心可以产生的 就是相续这个阶段的时候 相续事的时候呢 就是哪些心是可以产生 所以这方面就是分析 因此在这些时候呢 大家应该记清楚 刚才那个前面已经讲了这个 这个相续事和同地事 还有这个如丁事 如丁事还没讲啊 解释事 这三个事呢已经讲了 然后现在呢就是讲这个第四个吧 第四个是就是如丁事 如丁事呢 下戒的三行 就是下戒的三行三 产生上戒的加行三 就是这个下面比如说这个欲戒的 欲戒的这个加行三呢 就是他那个加行的这个三行当中呢 就是他可以产生上面的这个色戒 色戒的这种这个加行的这种这个善法 然后欲戒的三行呢 就是也可以产生色戒的这个三行欲戒 或者呢 就是 或者的话呢 就是这个二无露这个行吧 比如说这个色戒的这个三行上面呢 一般如丁也好 现前的话呢 就是上戒的这种善行要现前的话呢 必须要在这个欲戒的善行上面 如果欲戒的善行没有的话呢 在恶行不善行或者是无福无济行上面呢 就是不可能显现就是上面的这种禅定 就是上面的禅定 还有呢就是 这个有学道的这个无露的这个行 也是我们用欲戒的这个身份来得到的话呢 就是必须要用这个善行 然后这个有学道的这个比如说 像那个依赖国和无赖国的 这样的这种无露的行要现前的话呢 也必须要用这个善行来现前的 就是用善行来现前的 然后色戒的善行呢 就是产生这个无色戒的善行 或者呢 以及二无露行吧 比如说第一禅 二禅 三禅 四禅的一个天宗呢 就是他要现前这个无色戒的善行 无色戒的善行的话呢 也必须在这个善行的这个基础上 就是可以现前的 然后这个无露的这两个行呢 就是也同样的道理 就是在这个色戒的这个身份来现前的话呢 就是必须是在这个善行的这个上面就是获得的 就是他在入定的过程当中呢 就是就这个现前吧 就是入定这个入定的过程当中这个现前的 然后无色戒的善行呢 就是只能产生二无露就是 就是像这个无色戒的善行的话呢 就是他在这个入定的过程当中呢 只能现前那个有邪道和无邪道的这个无露的行 就是他一生呢 就是再没有什么这个善行 这个可以现前的 只有这个无露的这种善行 欲戒的善行不会产生无色戒的善行 欲戒的这个众生入定的时候呢 就是他在这个善行的状态当中 就是不会产生这个无色戒的善行 因为中间呢就是还有这个要去经过这个色戒 经过色戒的话呢就是中间就是 下面我们就是讲这第八品的时候呢 就是虽然有一种这个餐顶就是超越的这种方式 就是比如说他那个这个九种这个净女吧 就是九种净女的话呢 就是中间就是色戒一个 然后呢就是直接这个超越到这个前面 就是也有这种这个修法 但是一般来讲像我们这个欲戒的众生呢 要这个现前无色戒的这种这个禅顶 无色戒的这种这个禅顶的话呢 直接这个取入是这个不可能的 就是因为这个欲戒的这个善行呢 就是不会产生无色戒的这个善行 就是他直接的这个善行呢 就是不能这个不能这个现前的 就是无色戒的真正的这种善行不能现前 因为他们二者呢就是所以和所缘形象 还有这个对质四个方面有很大的这个差距就是 所有方面的话呢就是这个一个是有色 一个是无色然后这个所缘方面的话呢 我们这个欲戒众生的这个心呢 就是粗大就是这个有缘的就是 然后这个无色戒的一切相呢就是没有的 然后那个心相的话呢 也极为这个细致和不细致就是有这个差别 还有这个对质等四个方面呢 就是有这个很大的差距 因此呢欲戒的众生 直接现前这个无色戒的这种善行呢 就是是不可能的就是不能这个现前的 这叫做这个入定师啊就是入定师 入定师呢就是他这里 意思就是说是入定的时候呢就是 依靠这个善行来就是 他一般这个入定的时候呢 依靠恶行来这个入定也是没有的 然后依靠这个无疾法来这个入定也是没有的 然后依靠这个有福无疾法就是 这个入定也是没有的 一般来讲他这里这个入定的话呢 就是全部是以这个善行的这个状态下这个入定的 但入定的时候呢就是他这个现前 就是上界的这个善行可以 但上界的善行当中呢刚才讲的一样 有条件的就是余戒的这个善行呢 他现前色戒的这个善行是可以的 色戒的这种善行呢 他现前无色戒的这个善行是可以的 还有不管是这个色戒 余戒无色戒 这个他能现前什么呢 就是现前这个二五路法呢 二五路的这种善行呢也是可以的 但是不能这个实现的有一件事情呢 就是余戒的众生呢 就是不能现前这个无色戒的这个善行 就是这一点呢就是有这个五种 这个四种原理就是有些这个论述里面呢 就是讲是这个什么 他这个所缘和所以和还有那个形象 然后呢就是他的这个对质吧 就是他这个对质呢 好像我们前面可能没有讲的话 这四个所缘呢就是前面可能还要讲 就是所以有这个四个缘理 就是由这个四种缘理来就是割开的 就是所以说呢就不能这个现前 就是这个叫做是这个入定式 然后下面呢就是讲这个触定式 就是触定式的话呢 上戒的善行产生下戒的善行 就是那么上戒的 比如说色戒和无色戒的这个善行呢 就是他可以产生那个下戒的这种善行 然后而无露心呢就是产生无色戒的善行 就是他那个 比如说这个上戒的这种善行的话呢 就是他可以产生那个下戒 就是像触定的时候 触定的时候呢就是他原来是那个上戒的这种善行 然后呢比如说原来是那个色戒的这种入定吧 色戒的入定的时候呢 他触定的时候呢就是已经到这个欲戒的善行上面 就是这时候原来是那个 他入定的时候呢就是上戒的这种善行 然后他在触定的时候呢 已经落到了这个欲戒的善行 但他触定的时候还是产生一种 就是马上产生欲戒的这种善行 所以说上戒的这个善行呢就是产生下戒的善行 然后这个二五六心产生就是 二五六心也是在触定的时候呢 无色戒的这个加行的话呢也可以的 就是无色戒的善行与二五六心产生色戒的加行 这个加行也是可以的 他在触定的时候 然后色戒的善行与二五六心产生欲戒的俱生三行与加行三行 这是那个触定的时候就是这样讲的 然后呢就是讲那个就是这个燃无定所毕老 就是燃无定所毕老 它这个呢就是上面的这个戒吧 就是如果你这个上面的这种这个餐顶呢 当时这个觉得是自己呢就是很傲慢 就是我获得了第一餐就是 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你的餐顶已经这个燃无了就是 我这个很了不起我获得了就是第一餐第三餐就是 这个时候呢就是马上就是毁坏他的这个餐顶就是 然后呢就是他就退市到这个下一个这个餐顶上面 这个时候这种这个这个餐顶呢就是叫做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这个这个燃无定所毕老师就是 就是燃无定所毕老师 上戒的有福无济法产生下戒的这个善行就是 上戒的这个有福无济法吧就是 就觉得是我这种这个餐顶呢就是因为上戒的话呢就是 就是所有的这个烦恼就是全部呢就是 就是属于是有福无济法就是 就是没有这个真正的不善心就是 就是所以上面的像这个傲慢啊 或者呢就是上面就是认为是自己的这个 这种餐顶呢就是获得究竟的解脱啊 或者呢就是对自己的餐顶呢就是产生一种爱 就是产生一种这个贪爱 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这是一种这个有福无济法 然后有福无济法呢就是马上这个燃无了你的这种餐顶就是 以这种这个燃无呢就是你的这种这个餐顶呢就是已经燃无了 这个时候呢就是他可以这个产生下一戒的这种善行 比如说本来是那个第一餐的那个天节 第一餐的餐节呢就是认为是 或者是对就是第三餐也可以就是第三餐的这个餐顶的话呢 就认为我的这个这个三餐很了不起的话呢就是马上这个退市到就是第二餐 但是第二餐的时候呢实际上是这个第二餐也好 或者是这个愈戒一定也好 这些都是这个善行的状态就是 然后就是他就退市到这个时候 无色戒的烦恼性产生色戒的善行 比如说无色戒的这个禅定呢就是失坏以后就是产生色戒的善行 色戒的烦恼性呢就是产生这个愈戒的善行 例如无色戒的灯辞若被烦恼说坏 则诸在此众生信响 现在也失坏了灯辞 下面禅定善行是殊胜的就是 他就在这个色戒的这个禅定的时候呢就是 我的这个禅定呢就是被已经这个染污了 然后就进去做就是生起下面的这个禅定 此强烈想法的前因而在烦恼这个灯辞的最后呢就是 这个无间生起禅定的善行 就是下一节的这个无间禅定的善行 从禅定中退失 现前这个愈戒善行也是同样的 那么禅定中退失的时候就是生起这个愈戒善行的话呢 这叫做是燃污顶索毕老 这个呢就是第六个吧 一般来讲的话呢就是如果有六识 就是讲六识的话就是至以上 有些讲义里面就是在这个时候只讲了六识 然后前面呢就是讲了八识的话呢 那么这个如华行和出华行就是讲两种 如华行的话呢色戒的这个加行之善和会出现愈戒与色戒的两种无极华 就是无极华行 本来这个华行呢就是我们就是所谓的这个无福无极华行 就是无福无极华行 它这里的一般来说那个如华行和就是前面的这个触定呢 就是基本上是这个相同的就是 前面这个如华行的话呢实际上是显了一个如定 就是如定以后呢就是变成这个幻化的行 比如说这个你入了这个第一餐或者是这个 第一餐的这个未知定或者正餐 就这个时候呢就是他这个如定 如定以后呢就是在这个出现这个化身的时候呢就是 应该从这个如定当中这个触定就是没有触定的话 仅仅是这个如定呢就是不能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一般愈戒的一个众生呢就是他用这个 这个用现实这个神通啊神变呢 这个时候呢就是他要借用这个色戒的这种这个禅定 色戒的这种禅定的话呢就是先就是如定 先如定以后呢就是在这个 依靠这种这个禅定的行呢就是开始这个 就是这个就是显现化现 就是显现化现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这个如定 就是所以跟这个为什么是很多讲义里面就只讲这个六十呢 因为这个这里面的这个如华行和触华行呢 实际上是跟这个前面的这个如定和触定呢 没有这个多大的本质上差别 因此呢因此呢就是他这里就是没有这个 详细分类的原因也是这样的就是 如华行是色戒的加行之善和会出现欲戒 或者是这个色戒的两种无极化行就是 这是那个如定色然后这个触华行就是触华行呢 就是欲戒的化行中产生色戒的这个加行善就是 那么这个呢就是跟前面的这个如定一样的 就为什么前面如定一样的 因为这个它要这个如华行的话呢 就是首先是你这个原来是一个欲戒的粗大的这个行 然后呢就是通过禅定入于这个色戒的这个禅定 就是这个时候呢你可以这个现前就是 你可以这个借用 借用如了定以后呢就是在出定的时候可以这个借用这个化现就是 所以说呢就是这个跟这个前面这个一样的 这以上的内容明开于心后 接下来宣说那一心后这个无间产生那些心的道理就是 所以上面的这个八十和十二种心呢就是 已经这个明白以后就是这个自己心里面应该记住 什么是这个结生是结生时候呢就是有哪些这个心可以产生的 然后那个那些是这个如华行事那些是这个如定事就是 这些时候这个道理明白以后呢就是下面就我们这个 宣讲就是在这个欲戒当中有哪些这个心可以产生的 昨天不是前面讲的这个十二种心吗 就是十二种心当中呢欲戒里面的这个 这个十二种心是怎么样产生的 比如说我们这个欲戒的心的话呢就是有三心和不三心 然后这个有福无极和无福无极法这四个心呢就是产生多少个心 在什么这个状态下就是产生多少个心 然后这些心呢就是有多少个心呢就是让它这个产生 下面就是要判断这个问题 判断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是首先是我们讲这个欲戒的心 欲戒的心大家都清楚就是前面就是只有这个四种心吧 只有四种心 首先就是讲这个欲戒三心有这个欲戒三心生九心 就是他这个欲戒当中的这个三心呢 就是他可以这个产生九种心 就是下面这个讲语里面也一一地这个讲得清楚 然后这个必为有八心众生 就是必是指的是就是刚才欲戒的这个三心 欲戒的三心它自己呢就是通过这个八种这个心呢 就是可以这个产生的 所以先我们讲这个讲欲戒的这个三心 欲戒的三心呢它可以产生九种心 然后欲戒的三心它自己呢就是通过这个八种心呢就是翻过来说吧 翻过来说的话呢欲戒的三心是它通过这个九种八种心来产生的 就是这是欲戒的这个三心而讲的 也就是说欲戒的不善心呢就是它可以用这个十种心来产生的 比如说产生四种这个心 然后反过来讲欲戒的不善心呢就是它就可以产生四种心 然后这是欲戒的善心和不善心方面讲的 然后欲戒的有佛无极心也二就是他这里说欲戒的这个有佛无极法呢 有佛无极心也跟前面的不善心是一样的 它可以产生四种心 然后它自己通过四种心来可以产生的 这是有佛无极法有佛无极心 无佛无心生七心 然后这个无从无极法是通过五种心可以产生的 那么下面我们颂词上面讲义里面这样解释就比较清楚吧 欲戒的善心 现在大家应该清楚意思就是说刚才欲戒当中有四种心 然后欲戒的善心它自己作等无奸缘 然后后面产生作九种心 然后欲戒的善心它作为等无奸缘的果 这样的话它的因有多少个心呢 就是有八种心 然后欲戒的这种不善心 欲戒的不善心作等无奸缘的时候 它就可以产生四种心 然后欲戒的不善心 它自己作为等无奸缘的果 那么可以由多少心来产生呢 有四种心产生的 那么欲戒的欲戒的欲戒无奸缘法是相同的 欲戒无奸缘法跟欲戒的不善心是相同的 然后欲戒的欲戒无奸缘法作为等无奸缘的因的话 它可以产生七种心 然后其他的五种心可以产生欲戒的欲戒无奸缘法 所以欲戒不是前面讲的有四种心吗 四种心的话 他们复为作等无奸缘 所以有多少个心可以产生的 所以这个问题 如果你前面的十二种心已经明白了 然后我们刚讲的八十已经明白的话 在欲戒当中 这个一般来说是在《俱舍论》里面 法王如意宝都是以前也是讲过 如果你有本事的话 是看看《俱舍论》里面的欲戒三心生九心 看这个能不能解释 以前我刚来的时候 有时候法王在课堂上提到 当时我想那个可能特别特别难吧 后来闻思的时候也不是很难 首先刚接触的时候 这几个都有点分不清楚 但每一个学问都是这样的 刚开始接触它的时候有点陌生 好像从哪方面接触也是有点困难的 然后尤其是如果你闻思两三遍的话 这个时候一般来说是不会有什么困难的 你刚一次听到也没有这个辅导 光是看一看的话 当然《俱舍论》和这些还是圣者的语言 所以我们平时凡夫人的语言比较起来的话 不可能 就像盖登派的格西所讲的一样 从来没有传习过的 我们要去开始重新传习它 然后从来无始以来都是传习的东西 摄取的话 那么这两件事情是并不是那么很容易的 我们无始以来都是有些闲谈 故事 这些方面可能吸气比较多 所以大家都能记得清楚的 但是《俱舍论》里面的这些道理 可能以前没有传习过有一点点困难 但这个只要认真地去研究的话 我觉得也不是很困难的 那么下面在讲义里面是这样讲的 欲界的善行无间产生九种行 就是五种欲界的善行 它可以产生九种行 那九种行即使相续是欲界的善行 那么我们不是前面讲的相续是吧 这个时候你必须要懂到前面的这些意思 不是如果没有懂到 现在遇到相续时的话就不懂了 那么欲界的善行可以产生九种行 第一个就是在相续时 它可以产生欲界的善行 就是我们前面讲了 它那个相续就是 它自己前面的这个行 就是做等无间云 在后面也是 与它同类的这个行产生的话 这叫做是相续时产生的行 然后那个同地是欲界的不善行 有福无极法与无福无极法 欲界的这个总共有四种行 它意思是那个同地是吧 同地是欲界的不善行 刚才那个就是同地时候呢 欲界的善行产生善行呢 它没有包括在里面 欲界的善行呢 它可以产生欲界的不善行 然后欲界的有福无极法 欲界的无福无极行 就是这三种行 种地加起来的话 欲界它自己在相续时和同地时 总共有四种行 这以上的话 刚才那个相续时候的三行和 然后呢 就是同地时候的不善行和 还有这个有福无极和无福无极就是行 所以欲界它自己通过相续时和同地时来算的话 有四种行 然后这个入定色界的加行善 那么欲界的 依靠欲界的善行来入定 依靠欲界的善行来入定的时候呢 这时候可以生起色界的加行善 加行善行的话呢 一般来说色界的这种禅定的这个行吧 不管是你入于一禅的为之定也好 或者你入于一禅的正禅 这个时候产生它是加行善 所以依靠欲界的善行 产生色界的善行 这样的话前面四种行上面加上五种行有了 然后这个有学为无学而无露心 就是然后依靠欲界的善行 然后依靠欲界的善行它可以显现这个有学道的无露心 就是像什么预留过啊 依赖过啊 他们的这个行可以显现的 还依靠欲界的善行可以显现阿罗汉的果位 因此刚才五个上面再加上两个就七个了 然后接生是善良界的两种有福无疾法 那么依靠欲界的善行我们接生时候也讲了 他接生的时候他可以生的时候烦恼心和有福无疾法 然后死的时候用善行来可以死的 这样的话善良界的两种有福无疾心可以产生的 比如说依靠善行来死吧 依靠善行来死的话你转生到无色界 转生到色界的话这时候是依靠你的善行来 产生上面的有福无疾法 它可以产生这样的话 那么总共来说的话 欲界的善行它可以产生九种行 它并不是一定要产生九种行 而且九种行同时产生肯定不可能的现行 但是欲界的一个善行的话 上面所讲的这十二种行里面 它产生多少个行呢 它可以产生九种行 这是欲界的善行来讲的 那么我们刚才讲欲界的善行 它自己做当无奸远 欲界的善行就是做当无奸远 然后它可以产生欲界的善行 也可以产生欲界的有福无疾法和不善行 和无福无疾法也可以产生 然后它可以产生色界的善行 色界的无福无疾法也可以下面所讲的 然后两个无路的心也可以产生的 然后还有色界的有福无疾法 和无色界的有福无疾法可以产生 它不同氛围的事 所以俱舍论我想是分析得非常清楚 尤其是我们对心方面的研究 一般俱舍论这样的学问 在世间的学问当中是根本找不到的 这是欲界心 它所产生的心是这样讲的 然后现在是从反过来讲 那么欲界的善行 它自己有多少个心来可以产生呢 它自己欲界的善行作为等无奸远的果 然后有多少个等无奸远的心来产生欲界的善行 这种情况下面已经讲了 欲界的善行只有八行中产生 也就是说 相续是与同地是子弟的四行 这个可以跟前面是一样的 相续是的话 欲界的善行可以产生欲界的善行 那么这个是相续是可以产生的 然后这个同地是 这个是从反过来讲的 然后欲界的善行 比如说五福五计法 它可以产生欲界的善行 有福五计法也可以产生欲界的善行 然后欲界的不善行 同地的话必须是欲界吧 那么欲界的不善行 它可以产生欲界的善行 所以说他子弟的四种行 跟前面一样的 欲界的善行可以产生 然后初定的时候 色界的加行善 在初定的时候 我们现在讲的欲界的善行 欲界的善行的话 初定的时候色界的加行 原来我入于色界的善行 这个时候他初定的时候 他依靠色界的一个加行善 就开始初定了 初定的时候 你产生欲界的善行 这个时候也可以的 还有二五六心 二五六心也是可以产生的 欲界的善行 通过二五六心 在初定的情况下 也可以产生的 然后然无定所必劳 是色界的有乎无极心可以产生的 色界的有乎无极心作为因 然后他就觉得色界的成定很傲慢 然后生起傲慢的时候 他在从褪色界的善行的时候 褪色界的这种 也就是说褪色界的善行 但实际上褪色的因 就是色界的一种有乎无极法 这个心可以产生欲界的善行 所以这八种心可以做等物见缘 然后产生欲界的善行 这是欲界的善行 欲界的善行是他可以产生九种行 然后其他八种行就是产生欲界的善行 这是欲界的善行已经讲完了 欲界的善行已经讲完了 九种行就是这样讲的 那么这里欲界的不善行 有九种行可以产生它 欲界的不善行有十种行吧 十种行可以产生 那么哪些呢 一个是相续式和同地式的四行 跟前面一样的 现在再不重复吧 不然再不懂的话那就没办法 然后欲界是上界的善行 也就是说欲界的时候 就是上两界的善行吧 因为欲界就是欲界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转生到欲界的时候 他的善行就是不善行 或者善行是一种有乎无极法 因此欲界的时候 他就是上两界的善行 就是上两界的善行 来产生欲界的不善行 结生的时候上两界的善行 这样来到了欲界的时候 产生欲界的不善行 因为他的善行是不善行嘛 那么结生的时候 可以上两界的善行来出现不善行 然后各别的有福无极和无福无极心 就是每界当中各有三个 就是各有六种善行 就是有福无极心和无福无极心 就是这样的话 就是刚才那个结生的时候 就是上两界的善行 还有就是有福无极和无福无极心当中 也是结生的时候 这三个都可以出现的 那么色戒和无色戒 各有三个 这样的话是中六个 那么上面的四个加上 有十个心当中可以产生欲界的不善行 然后反过来讲欲界的不善行 就是只产生各自的四行 也就是说相续时候的不善行 产生不善行和 然后同地时候的三种行 同地时候的三个行 就是中共四行 他同地时的 但藏文当中也是这样写的 意思是相续时的一个行和同地时的三个行 这样的话 总共是四个行这样讲的 这是欲界的不善行 欲界的不善行 他可以产生多少个行 然后多少个行可以产生他 这个已经讲了 欲界的有福无极心 也是与欲界的不善行是一样的 用四种来产生的 然后他可以产生四种行一样的 可以以此类推 然后欲界的无福无极心 由五种行来产生的 也就是说相续时的一行和 同地时的三个行 总共加上四个行吧 加起来是四日行 然后再加上如化行时的加行三 如化行时的时候 比如说欲界的无福无极法 它如于化行的时候 它可以显示各种幻化 那么加上如化行时 这样有五种行产生的 欲界的无福无极法 它自己作为等无奸缘的话 是产生七种行 那七种行呢 即是相续时和同地时的子弟的四行 然后除化行时的色界的加行三和 然后欲界的上两界的两种有福无极心吧 这样的话总共有七种行 它可以产生七种行 今天讲到这里吧 是可不得复权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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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绿色的 farce 绝拥是设立的 有意识学家的ад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